古人类发祥地 这座古建筑群青龙洞 即佛教 道教 儒教文化为一体 是贵州省内规模最大 布局最佳 构思最齐的圣迹 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万寿宫古戏楼 富丽堂皇 布局精巧 保存完好 就连戏台顶棚的独龙戏珠浮雕 工艺一堪称一绝 与古戏楼相应城去的 是贵州的地戏 被称为中国戏剧活化时的古老戏中 贵州地戏 顾名思义 就是不搭舞台 只在平地场霸演出的戏剧艺术形式 别看它们是业余演出 演员全是农民 但1986年 贵州地戏在巴黎演出时 就颇受欢迎 戴面具演出是地戏的主要标志 演出面具多以白羊木雕刻而成 这些面具 文臣武将 中间嘴脸 神态必现 令人不由地惊叹 民间雕刻艺术的精湛 贵州腊染堪称一绝 腊染是贵州少数民族 古老而独特的手工绘染艺术 绘制时 以刀带笔 将腊叶直接在白布上绘出图案 这些人工难以模绘 绝不相同的天然花纹 正是人们惊叹不绝的腊染特征 贵州安顺腊染总场 推陈出新 奉献出深受中外顾客喜爱的 缓续新颖的腊渣染时装 嗨 这支由该场职工组成的 业余时装模特队的表演 别具一格 腊染艺术洒脱不俗 既有东方古文明的神韵 又有时代新潮流的风雅 安顺文庙 远看似乎不太齐眼 但大殿前矗立的两根笼柱 却非同寻常 早在明代洪武年间 能工巧匠们在高达六米的巨石上 镂空透雕的两条云龙 栩栩如生的腾挪盘绕了六百年 中国是传说中龙的故乡 龙毕竟只是神话里的想象 但是在中国贵州 却实实在在地发现了 举世震惊的贵州龙 贵州龙是世界罕见的珍贵化石 它生活在2.4亿年前 比恐龙生活年代还早1亿多年 尊为贵州龙的这位龙王 长1.55米 它是大自然留给人类的西式真品 贵州龙不住东海的龙宫 却落附在贵州星义市的绿荫村 这是素有千古之谜的红颜碑 长期以来被视为神秘天书 当地政府曾悬赏百万 以求解此千古之谜 有最后一条路过去 我们就这么多的路 那么如果我们还在过去 我一直都看过去 我一直在过去 我一直都看过去 我们只是在过去 我一直在过去 我一直在过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